来 不要钱啊 你过来帮我一下呗 来来 怎么了 我好像长胖了 拉不上了 手有点出汗了 我怎么觉得这么紧啊 喘不气了 你这拉脸快崩开了 那怎么办啊 我给你看看 要不 我这两边给你放两栈 你看这样行吗 你会吗 会啊 那你现在就给我弄好不好 行 你脱了吧 啊 余小强啊 你慢点拆啊 那可是神奈儿 这是神奈儿啊 这是真的神奈儿 当然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件神奈儿 三年前包家名花了所有积蓄买给我的 天哪 我要知道我应该拿到店里去给你缝一下 但是我已经拆了 你放心吧 我的手艺也是挺好的 我一定仔仔细细给你缝 你这个针线包也挺与众不同啊 这是我爸妈的定情之物 难怪这么特别 感觉挺土的 但现在看起来还是挺神玩的 我听佳明说 你是离家出走的 嗯 我跟我老公有点问题 我也想自己冷静一下 你放心吧 都督 我找到房子就立刻搬走 没事 佳明都跟我说了 其实你家境挺好的 现在还给我们做保姆 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就住着吧 反正那房子空着 谢谢你啊 都督 我刚才在楼下碰到佳明了 他挺紧张你的 他说我一定要把你照顾好 真的 真的 我租你房子的时候 他就反复地跟我说 我要问我女朋友 我要问我女朋友 现在像他这么好的男朋友也不多了 好什么好呀 要什么没什么 又没有上进心 就算我作死他了也没什么辩误 你怎么作他呀 我也离家出走啊 只要他一惹我生气 我拎着包就跑出去 然后到附近找个电影院看场电影 怎么说也得俩小时吧 他找不着我急死了 等我回来说什么是什么 那如果他不找你了呢 我倒不怕这个 我怕 我不想再作他了 我没想到他 你就会拎了 我去找他 去找他 你赶紧 我去找他 你赶紧 我去找他 那你从来 我去找他 你的这里 我自己找他 这个是什么 凯文 女朋友 那得看她愿不愿意了 介绍一下 这位是花囊老板娘艾米 你好 我叫嘟嘟 我追过凯文 凯文 可是没得手 嘟嘟 你好福气啊 这个画廊真漂亮 穿好几年前的香奈儿 可能是一种范儿 可补得不好 就大跌水准哦 凯文 凯文 我先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怎么了 我 对不起 我想回家 兜兜 你怎么回来了 吃饭了吗 我今天包的饺子 那我给你下几个饺子去啊 她不会吃的 她要减肥 这么说还减肥 你别听她的 我给你煮饺子去啊 你要是只会煮饺子 就别给我缝衣服 你不说你手艺很好吗 你们家是搞服装的吗 我就相信你了呀 几乎你把我这手带 缝成什么样了啊 你看看 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被笑死了 你知不知道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啊 你到底暗得什么心啊 杨童童 你说什么呢 人家好心给你吃饺子 你发什么火呀 你给我闭嘴 你天天就这样玩游戏 成天也不干个正事 三年了 你就给我买了一件神奈儿 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吗 我现在胖了 我穿不进去了 我只能让他给我缝了补补了缝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少年呀 姐 这没你事你先回去啊 你给我慢慢看看 什么态度啊 我告诉你啊 人家余小强 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家房客 又不是你的专职保姆 就算人家把你衣服缝坏了 那又怎么样 你整天跟你那帮爱慕虚荣的朋友 待在一起 你自己都成拜金女了 我当年给你买那套想念的衣服 花了多少钱呀 花了我所有的积蓄 你还不满意呀 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啊 你干吗去啊 你管我 你又要离家出走啊 你给我让开 我就不让了 你能不能有点新花样啊 别一吵架就离家出走行不行啊 你什么时候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啊 是不是因为有人在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别无理去那儿 谁无理去那儿了 谁无理去那儿了 你怎么就说不听呢 你今儿别想出门啊 除非从我身上踩过去 你哪儿不用踩 别走 姐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带你去找她 去哪儿找啊 我都不知道她要去哪儿 你怎么能知道呢 她原来跟我说过 只要跟你一吵架 就会到那家电影院去看电影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呀 没什么 姐 你别介意啊 嘟嘟她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她一生气 她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你别往心里去啊 不过那件衣服好贵呀 我应该缝得更好一点 你缝得够好的了 我拿放大镜 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对啊 她那些朋友是怎么看出来的 那什么眼神啊 我咋知道 你要问就问蔡晴去吧 蔡晴是谁啊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别碍了快走吧 对不起啊 各位观众 请允许我耽误大家几分的时间 首先声明一点 我今天不是来求婚的 我是 我是来求我的女朋友原谅我的 因为我让她不高兴 如果大家觉得我诚意足够的话 待会儿给我一点掌声好吗 谢谢 谢谢 我女朋友坐在这里 她呢觉得我不够重视她 觉得没把她放在心上 其实你真错了 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美好的片段 我都放在心里了 你知道我们来上海有多久了吗 今天是第1687天 我女朋友她是做空姐的 她每一次飞行我都帮她记着 昨天是她第285次的飞行 昨天是她第285次的飞行 你说我在不在乎 今天看的这部电影叫 穿Prada的女王 我想跟你说 不管你穿什么 你都是我心里的女王 而且我希望你可以 永远地做我的女王 音乐 音乐 你怎么能想到这么个招数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电影盖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惊喜啊 你不知道我包衫名是你肚子里的灰虫啊 嘚嘚 高兴了 谁说的 我告诉你啊 我要新的珊瑶尔 还有呢 Prada 感情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 你都没听进去啊 什么话 我不是说了吗 不管你穿什么 你都是我心目中的女王 试试啊 这女王的脾气还挺大的 什么意思呀 我知道了 你是怪我刚刚骂了于晓强 是不是 人家怎么说也是付了房租的对吧 你这么把人家赶走了 我拿什么钱去给你买什么 珊瑶尔和Prada呀 那些钱才不够买珊瑶尔和Prada呢 不过我刚刚确实有点过分 那要不这样吧 我出钱 你去给他买一份礼物 算数给他赔不是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好吧 看在玫瑰花的份上翻篇了 那你去帮我跟于晓强道个歉 那凭什么每次都是我第三下四的 因为你是我的包家名 走 狗狗 狗狗 乖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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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